大家好,1月20日,星期三 美國時間不是,所以到今天午夜前 我們當然要看新政府的情況 人走未必查糧,看看蒼伯還有什麼搞作 任後有什麼延續他的理想、追究他 被人拿了個位置,你自己要顯示實力才行 支持你還支持你 現在當然要看著新朝 新朝當然最重要的是19日 昨天布林肯、布林肯,後任王兄 去聽政會 參議外交委員會新任的國 後任的國務卿就要被質詢 交流一番 出奇地兩黨看來沒有任何問題 沒有人質疑他,不妥 他的任命沒有問題 但他都要正式說後任 放口很密,到今天才正式說 他的基本治國策略是怎樣呢 外交政策是怎樣呢 這個我們當然是擔心和關注了 是不是因為正式叫做拜登的外交政策發言人 正式說話呢 以前我們很零碎 在今天之前我還是只能夠依賴我對 美國政治觀察 重溫觀察這麼多年 以及政治的層次去看他 預計他會怎樣 我們預計他會走進去 重回人權外交 強調人權外交這件事 波蘭肯一說完 我就說 不是按拜有送 我從來都不用重不重 基本上靠譜 用國內的術語就是 基本上我的觀察沒錯 甚至我老共的觀察都是一樣的 其實是 不過他們不會說出來 反映他們對香港的政策 就盡量製造籌碼 所以由於他繼續努力製造籌碼 但我知道他的判斷就是這樣 現在果然是一致的 布林肯最大的特點就是 他正式清楚簡單地 認同特朗普 其實加上蓬佩洛 我們要了解特朗普其實是 不認識國際政治 不認識外交 喜歡做生意的人 他當然不是完全不認識 但是他不是 他是要靠這些專家 所有總統都是的 你要明白 他靠那些專家 他依賴哪些智囊 哪些官員 他委任 這些委任的官員 雖然蓬佩洛是委任的 但是他也要經國務院 質詢得回 這些人不是突然共出來的 他不可以委任他的兒子 女婿 就可以做國務卿 你不是馬可思 那些獨裁者 喜歡找親戚朋友 做了這些重要國家職務 這些人全部都是在政界打滾很久 有一定的明星 我們不熟 不熟美國政治 他們有了這些基礎 所以他們做這個位置 做這個位置 要是總統任命 要是總統直選 我們留意這些事情 但是總統不會知道所有事情 還有他一個人 不會決定所有事情 他一定是交權給他重要的官員 的幕僚 那些人會代他做事 不是他自己做死也不行 所以特朗普 其實最重要是看他委任做什麼人 他信這些人就重要 現在我們最重要是看拜登 找了哪些人來 這些人的背景 究竟怎麼樣 他那個 就是 意識形態是怎樣 就是他走的路線是怎樣 這些我們要基本掌握 我們就大約會 就是有些信心 就是 新政府究竟他的政策延續性 我們見他卡共 打擊老共的發展 這個這樣的路線 會不會是延續下去呢 那 最重要當然是對華路線 布林肯說 對特朗普任內的強硬都有立場支持 北京是最大的挑戰 美中對抗 成分增壓 但是有競爭有合作的面向 應該有一個有力的位置 跟一個打交道 而不是一個弱勢的位置 要跟盟友合作 不是只有盟友 當然是針對特朗普 其實最重要是他認同基本路線 只是說我們的手法不同 因為我認為你這樣做 得罪了朋友 我們做不到事情 你只是指揮朋友 去做這樣做這樣做這樣 但是利益又不給人 那 手法是問題 所以我始終都認為是 但是他講到對中國的政策 裡面也講到香港 當人權遭侵犯 或民主體制潛大的時候 應該美國起身 維護自身 同時這些也顯示 美國有力的位置 對不對 最重要的一件事 表示他希望看到 美國收容香港逃亡過來的日 這個呢 你們的老友 特朗普的老友 不是 共和黨一向不喜歡疑問 大家明白 又叫你們支持你們抗爭 但是有事的時候 不想支持你們 你說是不是好人 難得你們這麼崇拜他 跟他想起來 我又不是 查他現在 不過不要這麼天真 我覺得大家 我都認同特朗普 是留下了很多 很多蘇州市給拜登 而他不得不扯了他 而且他現在 他現在就扯了他 所以特朗普的重要性 沒有消失 對共 滅共政策 特朗普的班底 我們看過幾件事 譬如彭斯 特朗普不是他一個弄出來的 彭斯 彭斯 蓬佩奧 還有彭斯 還有 白邦瑞 甚至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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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幫人 全部都是極為 反華 反共 反共 但問題 現在這個班底是怎樣呢 普遍認為 他都是 都是強硬路線的人 特別是 各有特色的 至少 這個 波林肯 就清楚表態了 這一刻 這個 這個我們 所有事情當然 挺其言官強 要慢慢看 比如他對台灣的政策 他記下了一些 台灣保證法 台灣 assurance 這些 台灣關係法 這些 他會細心研究 是 那麼 他也都 基本上 一定會延續對台灣的保護 這樣 這個當然是重要的 對台灣人來說 你聽到他說完這些 台灣好 對香港好 他也都 見過蔡英文幾次 就是 哈林頓時代 他是副國務卿 現在升上政國務卿 那麼 最近 一個亞太的副國務卿 據說都是鷹派來的 是 那個紅部長也是鷹派來的 還有這個貿易 部長 負責責貿易 說話的 有一個 有一個 阿沈 叫戴琪 老公已經發瘋了 罵鬼了 因為他 早一陣子 負責幫美國去打 這個官司 世貿 他是律師來的 四十幾歲 年輕 華裔的美國人 台灣來的 哈哈哈 這個叫Katherine Tai 台灣老公很高興 四十六歲 他是曾經 就是 處理世貿 美國對中國的訴訟 談判代表 老公對他交手 發現他是非常辣手 強硬 狠角色 阿沈 唉 不要看著那些女人 女人的惡衣 很可怕 那麼 他批評特朗普 現在做的 他不會跟足 但是他批評他 說他不夠 有結構性的問題 你只是 加關稅 會不會動 關稅呢 按來不用動 因為 就算動都沒有問題 因為 他說人民幣在升值 所以暫時來說 傾銷的問題 差了一點 即是舒緩了 即是說中國的貨 去美國不是那麼順利 但問題也是因為疫情 老公恢復得快一些 所以是有增長的 所以他認為只是加關稅 不是一個好的問題 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那他批評是甚麼呢 特朗普的做法 他說只是加稅 就並不是有結構性的問題 只是加關稅 簡單單的做法 你不等於保障到美國的勞工 那他就說 他專注怎樣保護美國的勞動者 而不是買便宜的 不是叫消費者買便宜的 那這些機制等他們做 但是問題是 他給到老共的印象 這個就更加麻煩 其實是很介意 找了這個人去做商貿代表 美國的商貿代表 現在拜登政府 因為這個人已經有歷史 對華就是強硬 對老共是強硬 簡單來說 在這個聽證裏面 布林肯也都說 除了說特朗普正確之外 也強調兩黨有非常穩固的基礎 美國對中國的政策 是建立一個 已經有了跨黨派的共識 兩黨共識 美國有共識政治 很多香港的KL不認識 其實不是很多 香港就不多 開始了解美國政治 就只是停留在別人的黨派之爭 而用自己的意識形態 就是要是川普 要是拜登 你幫我拜登 你是拜登的擦鞋 什麼兩黨共識 人家現在說的是人家說的 自己說的 是不是 拜登自己承認 我們有共識 對老共有共識 其實我們細心搬擦 這個過度 這兩個月來 拜登那邊的做法 並不能夠令到習近平放心 拜登絕不放心 包括你看他對香港的政策 越修越緊 他都是測試 我們很多次 我們一直都說 其實他是測試 拜登的底線在哪裏 做些過分的事情 最過分的最後一招就是 現在是同爺 這個人都好笑 這裏要說一說 國務院發言人摩根 奧特克斯 不知道叫什麼 他是譴責 大埔同爺等11個人 要必須撤銷所有檢控 現在還沒有檢控 現在還沒有檢控 只是調查 但是他並沒有檢控 同爺 同爺 同爺也有貶 國務院發言人出聲 拘捕了11個人 然後又提及 為什麽他的底氣這麽足 布林康 布林康早前不是說過 Stand upon people 不能接受 對於你這樣 當然他早前是說過五十多人 又制裁了六個 所以我覺得 老共現在在想 你快點視好 否則 拜登上課 我覺得是延續的 六個是太少 七才六個 他要做樣子 做樣子也要做些事情 你說已經很過份 老共過得很過份 老實說 都說11月8日 布林康和蓬佩奧會面的時候 說了些什麽 他會不會叫他 留給我 這樣 大家好做 你見兩個是有默契的 所以 兩黨亦都有默契 基本上兩個總統 前後任總統 都有一定的共識 對中國強硬共識 而布林康正式肯定這個共識 這個才是我們覺得 今天我最開心見到的一件事 這樣 我都預期老共沒有票 根據我一直追著的分析 一直這兩個月來看著的分析 就認為他是觸從 因為他 令到老美做了四次制裁 就成為一個制裁的慣性 一個制裁的形式 一個模式 那個模式是什麽呢 你抓到民主派的人 那邊就要制裁了 現在制裁就三年 你還未告得到一件事 人家已經制裁了你一批 三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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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三年內 他們已經被制裁了 還要五大訴求都還未和你計算 你還以為會怎樣呢 那還未通電話 拜登明天上場 還未和習近平有任何通話的姿態 如果你要通話 最少要放回撤銷那五十多人的控訴 都是一個小新聞的 學生導員發了幾個護照給他 那幾個抓了那幾個 你不是涉及國安法嗎 中漢林 中漢林因為非法集結 坐了幾個月間 你知道嗎 並不是因為國安法 所以這條國安法 是指導府來的 很廢的 你覺得 查他們 最少不讓他們走 即是說你隨時離去 可以 做個人抓了那些人 保留了那些護照 嚇你們就走了 你走了 就不讓你回來 但問題是你現在 給護照 即是叫他們走 即是沒事 對不對 你要留意這些細微的地方 香港政府 現在開始懂了一些東西 調節了 知道了 上面不是真的那麼硬 你不要硬過頭 你硬過頭 你自己背鑊 鄧炳強你自己背鑊 你留意一下 究竟有沒有給到 沒有清楚的指示 你都不要自作聰明去做過龍 就算做 因為上面都靠你去評估的 你都要聰明 有些事情提一提老闆 太過分不太好 上面會認同 因為香港的情況由你判斷 可能對他的社會 民主派影響太大 不言如語就是後面的老闆不高興 這樣吧 大家可以肯定 阿智英哥2月1號 這個是重要的 跟著阿智英哥是不是可以保釋 這個是重要的 我們先看 永遠不會你贏了 哪有得這樣的 阿波蘭還有這個講的 同盟合作會保持謙信 這樣呢 美國不領導他世界 世界是亂的 誰領導 他暗示就是中共 中共領導 跟著美國的價值觀 沒有 沒有 我們 這樣呢 就會 也不放美國利益 美國利益都沒有 所以我們沒有都不領導 我們沒有都不做世界第一領大恩的時代 是不是 還有的 他還說 榮義肯定是種族滅絕 你又不要看輕這些字眼 一個字 一個語說 一個字眼 它定性 如果你說整個字眼 在西方 在西方 什麼 蔡爾維亞 那些呢 羅興亞人 那些 就是 針對這個 緬甸針對羅興亞人 那些 它一用這些字眼 是一種很嚴重的字眼 就是說 你不是排擠迫害 東特缺人 你不是欺壓少數民族 你直接是要趕絕他們 消滅別人的族群 那 老共 我管一下他們 弄些 再教育營 教育營 教育營 中華文化的偉大的地方 希望他做個偉大的中國人 或者 蒙古那些 又叫人不准學 蒙古啊 那些 香港又搞他 普教 這些 對的 我們一國 我們強調 他都有一定的包容 就是少數民族 但是 你用這些手段 就是迫害少數民族 迫害少數民族的文化 包括迫害香港 香港的文化 香港 想 暫時做不到 但問題 別人一句說 你這種 種族滅絕 genocide 這樣 在西方 這個是敏感字眼 用得這樣 就變成了 如果一般人民都同意 那美國就採取強硬的政策 或者強硬的制裁 那麥林斯基亞那些 不僅僅美國 還有 他要領導 他不是說自己 做完 謙虛 謙信的情況 好了 講到這裏 大家聽說 還在講BNO怎樣制裁 之類的 你看看美國 如果他講得這樣 那幾個惡官 你有BNO就不給你 那如果美國又丟一件事 好像BNO那樣 你總之是香港出生的BNO 等於BNO 又是給你五年簽證 你來美國 那你是怎樣 是不是 所有有美國國籍的都要 都要犯法 不准美國互照出入境 出入香港 等於不讓BNO出入境 你是否這樣做 那那些藍絲怎樣 近來我就發覺 很好笑 如果上面發覺 那些政策太阻礙了 引出很多問題 當然要修正 修正 即是說以前那些人錯了 為何要錯 這樣 可以救你香港的藍絲 你那些土共 放上來 老闆當然沒有錯 一天都是你們 分析錯誤 提供錯誤的政策 提供錯誤的意見 是吧 誤導了黨的中央 就是這樣吧 所以大家不用那麼緊張 看看 老共出招怎樣 我覺得這幾天 他真的分不著 每天都希望看 拜登有些親善的表示 這個是重要的 如果你說國際上的政治 需要有些國際的穩定環境 大家都好 在他來講 他一直的意識是這樣 換了政府 最少你都 修正一下 特朗普的態度 誰不知他沒有 他沒有出聲 拜登沒有出聲 現在的布林肯 一出聲 一出聲就是這樣 相信布林肯一定過關 做到國務卿 而我相信他們不是 因為基本上已經 會更統一 因為兩個國會和白宮 國務院全部統一 在民主黨的 射微多數領導之下 只要他是用同一條路線 不是自己搞一套親馬 親中的路線 只要他不偏離這件事情 他就穩定 這個拜登政權就穩定 他需要穩定 因為不是 特朗普現在牛眼看著他 還在找他流動 特朗普能夠找他流動 最好是甚麼 說他親中未共 收了老共的錢 是不是 特朗普也會 繼續炒作 那些資料在手 那些拜登的兒子 之類 好了 我們明天就應該要討論 討論一下 特朗普射面了哪些人 恐怕這也是有趣的話題 多謝各位